我不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真的是头疼的 家们你们都知道的 原本的话我爸爸都松口了 对不对 这几天我爸爸他都要气炸了 他都叫我快点快点回去 快点回余南 他们我爸爸都觉得真的太乱了 我爸爸他都跟我说 他都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 他叫我不要贪这一声 这个浑水叫我马上回家 所以我真的 我现在都是晕的了家们 小宝是大哥的孩子 好小宝是大哥的孩子 你们有没有就是说 刚刚刷到我们直播间 就对小冬不是很熟悉 不是很了解的呀家们 有的话你们扣个二好不好 有的话你们扣个二 小冬小宝不是小冬的孩子 好小宝是大哥家的孩子家们 大哥的孩子 有家人是不知道 就是第一次刷到我们直播间的对不对 哇这么多人都是第一次刷到我们直播间的吗 家们那我给你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小冬好不好 小冬的话是 他的话是属于 是属于那种很早就失去了那种父爱嘛 他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爸爸就已经是 就是走了 然后他妈妈寒心如苦的 好不容易把他们抚养长大 后面因为妈妈年纪比较年轻嘛 所以后面妈妈也是 呃组建了自己的一个新的家庭了 所以他跟他跟他大嫂 他他跟他大哥是先以为命 一直都是一起生活的 所以现在小冬是没有没有家的 小冬的话是没有没有家的 他都是住在嫂子家的 然后长时间的下来嘛 然后因为呃大哥他需要出去打工嘛 所以他跟嫂子就住在一起 然后又小冬他确确实是个特别懂事 然后特别善良的一个男孩子 又会处处为别人着想嘛 然后嫂子就觉得 他就不想跟大哥过了 他的意思就是他想跟小冬一起过 意思就是大哥回不回来都没有关系 他的意思就是说对 让小冬代替大哥的意思 家们你们觉得这个离不离谱呀 家们 对的 他把我凝脂包子粉抢走了 他 对我把那些都 就是准备拿那个背了去背到车里里去嘛 他把那个凝脂包子粉抢过去了现在 那怎么办呀 哎呀 哎呀直不见家们我真的真的头大了 家们真的是 不带小宝 不带小宝 让他自己带吗家们 不带小宝吗 你们说不带小宝吗 嗯 怎么了 要带 真的 不好意思啊 哎呀没关系小冬又不是你的错 你不用每次都跟我说不好意思的 我觉得家们是不是你们说是不是又不是小冬的错 对不对他们你没有必要说对不起的不好意思什么的 是 你看 你跟着我受苦跟着我受累不说 现在我还就是让你去受委屈 没关系 没关系的小冬真的没关系的 真的我都不 家人们我都不知道该不知道该怎么去说了 跟跟着我受苦先不说小话 跟着我受苦先不说他现在 还是委屈真的家人们 不带小宝 对因为大哥 大哥的话家人们 你们昨天也知道哈家人们 你们昨天也知道我昨天就 让就是 小花我们两个把这种产品分享 然后很多家人们都给我们买了嘛 是给大哥打了车费哈 大哥打车费 但是大哥去买这个机 小冬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好 大哥去买 大哥去买就是机票吧家人们 大哥去买这个机票 大哥去买机票 但是机票就是没有了嘛 然后家人们 大哥去买机票没有 然后还有就是 去 他是买到今天下午4点钟的火车 火车票哈家人们 火车票他是只有明天 明天晚上才能到家人们 那小冬现在怎么办呀 我们俩要不要下去啊 直播间的家们小冬 我们俩现在要不要下去啊 又嫂子把小冬的货全拿走了 我觉得我们把小小宝也带下去吧 对肯定要带上小宝的 那货怎么办呀 不是 主要是货我钱都还没有给那个叔叔呢 今天 钱都还没有给 对 对我把钱给大哥转购 你说你给我电 但是那个叔叔相信我 我说 等我就是分享 等我分享给 分享给直播的家人们 我说 第二天再去拿给他 我是这样和他说的 那现在怎么办呀 下去对不对家门 那那些货怎么办呀 那些货怎么办呀 那些货怎么办呀 全部都被他拿走了 对那个您只包整一大袋 都被全都被拿走了 我刚刚在装其他东西用背了 你把嫂子叫过来 我们商量一下吧 直播间家们这样子吧 好不好 我们把小嫂子叫过来 然后跟他商量一下 跟他商量一下好不好 好的 好的你们打个好家门 抢都是不好不好抢吧 家门怎么抢呀 抢都是不好抢吧 我们跟小 就是嫂子商量一下 等一下我把嫂子叫过来的时候 你就是和他商量一下 你爸爸就是留在这 我去找一下 他也不知道藏到哪里去了 嗯好 你去吧 你去把嫂子叫过来 行 好直播间家们 我们跟嫂子商量一下 好好的商量一下 怎么抢呀 家门抢是不好吧 好好好 跟他商量一下 好好的商量一下 我先跟他说嘛 他不听了 我们再看怎么办好不好 对等大哥回来 再他们再算他们之间的账吧 我真的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家门 太冷了家门太冷了 把这个外套穿着一下 如果我钱都还没给人家的这个 什么我不知道 什么我不知道 嫂子你过来 我 我六个瓶子包子粉钱都还没有给人家叔叔的 什么瓶子包子 不知道呀 什么你你刚把小冬的瓶子包子粉拿走了是不是 嫂子 你不管 你你你你这样子好不好 我给你商量一下 你把瓶子包子粉拿回来给小冬好不好 我们现在然后我们现在马上下去了 这样子我就你看 你看 你看 嫂子你要这样吃一下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我走吗 对不对 我下去了的话就没有你就看不到我了 对不对 就说你下去下去了小冬不能吃呀 我把小我跟小冬一起下去 不要 你真的你真的你把我东西拿的好不好 我这个是钱都还没有给人家叔叔的 真的 嫂子你把 你你刚不是拿了吗 小我去上个洗手间小花 嗯好 这不接家马上小冬去找一下 嗯 嫂子真的我跟你好好的商量一下好不好 你看这么多家我们都在看着我们呢 真的挺不好的 你把你把小冬收的货拿给他嘛 然后我们差不多就下去了 谁说下去你下去可以下去了呀 直播间家们这样子好不好 你们希望小 你们希望让小子把那个货拿给小冬的 你们扣个二好不好扣个二 好不好 好不好 家人们你们不要打那个 嗯两个腰一个离那个好不好 我们这边会受影响的 我们这边会受影响的 你们不要打那个字好不好家们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要不然一会儿你们就看不到我们了 一会儿你们就看不到我们了 你看一下 嫂子你看一下这么多人都是打了二 他们都希望 他们都希望你把那个货拿给小冬真的 我不认识 你不认识你二你都不认识吗 不认识呀 那张子好不好那张子 直播间的家们张子好不好让小冬 让嫂子把那个货拿给我 然后我给小嫂子一点钱好不好 张子好不好嫂子 真的你把那个货拿来我给你一点钱 我给你钱 不要 你为什么不要呀 不要 那你要什么你跟我说 你不要什么呀 你可以下车呀 你要什么呀 你可以下车呀 你跟我说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真的 我要离职包子粉呀 你要离职包子粉 嗯 你真的你不要张子真的小嫂子真的 哎呀真的你你就把那个灵职包子粉给我吧 然后我给你钱好不好 那可以你可以下车呀 那你把灵职包 不知道他把门锁了 你真的嫂子你把那个灵职包子粉拿给小冬一下 然后我们就下去了我们不浪费时间好不好 你不能来不能来你不能来叫我小冬我们好好的 不是我 你来的时候小冬变了 你为什么没自己的呢 这里没自己的呢 这里不是你的因为不是你的家 不是我我我带我我带我自己喜欢的就是我带我女朋友回我回我的家很正常呀 哦不这是什么女朋友啊 我真的我服你了我你把我的东西拿了我们真的要下去了我不想和你在这耽误什么时间呢 你不能去给小花去就可以了小花回去就可以了 什么叫小花回去就可以了 回去就可以了呀回去呀 东西也不是对啊 这主要是我那个钱我都还没有钱我还没有给他输出呢 哎真的嫂子你不要这样子你真的把那个货拿给我们吧 那那那那你把门给我打开一下我去拿一个小宝的东西 没有 哎呀真的嫂子你快点好不好真的拜托你了 我们下去了这样子你就看不到我了呀 你可以下去了呀 但是你把那个货拿给我们呀我们就下去了 我货拿给你呀你下去就呀那实在不行你这样子吗 你把货给我给你100块好不好100块很多了 不可以好不好直播间的家们你们说好不好 我这样子他把货给我的话就给他100块钱好不好 我那个那个包子粉我连钱都还没给叔叔的 我说的是我明天收了再去明天卖了再去给他的 小花可以就扛他 什么 你你回去就真的张子嫂子张子 你把那个货拿给我给你100块钱好不好我马上给你 我不要我马上给你转来你把手指给我 我不要那你要什么呀 你要什么 你要小东 你要小东 嗯 不是我是 不是你要 哎真的嫂子 不是你为什么要小东啊小东是你弟弟 谁说是我弟弟呀 你真的不能喜欢小东的你真的就乱套了 你又不是个小孩子了对不对 你虽然年纪小但是也不至于 你这个想法都想不通吧对不对 你说你老是张子的话你以后让小东怎么做人呀 还有你自己怎么做人呀我不做人呀 我不做人呀 你不做人 嗯 真的 你可以回去了 哎呀嫂子真的你快点你把那个 你把我的货真的拿了我们下去了 我那个货真的还没给人家说出钱的 你下什么去呀我小东 你还不会是你 你不去的话给给你来 给你吧 你不要我真的是我 哎 哎真的是 哦我真的是无欲死了 真的你们不要这样子哎真的 把钥匙给我哎呢 把你的钥匙给我哎呀真的是 真的假的我真是无欲死了 小嫂子嫂子我直接就是让小子都笑了 你知道吧真的 我真的是对他无欲了真的 你把钥匙给我 不是嫂子你不要老是 我真的假吗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跟他说了真的 我对的对的我直接笑出来了 你知道吧我都忍不住了真的 你什么忍不住你可以胡说呀 是你老是做这些有什么意思呀 什么意思 你把钥匙给我不给我我去把门真的我去把门撬了 撬了去撬吧 家门我都无语了真的我都无语了 你自己说的我去把门撬了我把东西拿了 去撬吧 哎小东你不要 他要去撬门了我跟你说你再不拿给他的话他真的是会做的 我去睡啊 翘翘翘翘翘 家门我真的我刚刚我都没有憋住你知道吗 我真的是被嫂子给弄笑了我我我都很无语啊 他老是他拿个花给小冬你知道吧 让我一想不到你知道吧 他直接就是拿了一个花给小冬砸门吗砸门不好吧家门 啊家门我真的头好疼啊 那你把钥匙给我呀 哇这么多人给小冬点了关注 谢谢你们好直播间家门 喜欢 喜欢小冬的也可以把关注给我们点一下 谢谢你们 你不下去的话我给你 我跟你说我真的是很钱的 你把钥匙你 哎呀嫂子你真的 就是你没下去不下去的给你呀 小伙可以下去了 哎你不要老是张嘴 什么是这样子 家人们他把我 哎呀嫂子你过来过来 我好得跟你说一下好不好真的 哎你你来吗你来快点 你过来我好得跟你商量一下 小冬你你聊着来你来你来 你来嫂子你来吗 你不要动我 哎你嫂子你过来你过来 我真的有话跟你说我不来 我们宝兵姐姐我们昨天是回去了的 你不要这样过来我真的扶你了 什么不要叫过来 不要货了等明天再再回家 小张你这个你这个指甲不要这样子装等一下那个都掉了 可以回去了小花 家人们我我刚我要过去就是把门就是敲了然后去去就是把动货拿去然后我们小花我们两个就是下去了吗家人们但是他要跟着我来家人们 哎呀嫂嫂子你过来你过来 哎我不来哎你来吗我真的有话跟你说快点你不要动你来我不来 你让开 你过来我真的是有话跟你说家人们主要是主要是我那个 主要家人们主要是我那个包子粉我今天是钱都还没有给叔叔的 因为那个叔叔我们认识很很早他也是看着我小冬长大的吗他相信小冬 家人们他相信小他说没事你他也知道就是你是在这个赴年网上 就是这个龙呃绿碎平台上分享龙产品他说他相信我他说你你先去卖了再把钱给他就行了他说你能帮我卖掉他都很开心呢 请求你真的你真的你把我东西拿下来我我要下去了 你不下去可不可以吧不下去的话我给你你下去的话我不给你我不下去你才给我是吧是的 那你那你那你拿来吗我不下去你拿来吗我不下去了你去拿来吧 你去拿来吧 一会他拿来了我们就是在在下去啊家人们 不能不要家人们这个龙凌智包子粉就是这个叔叔人家叔叔家我钱都还没给叔叔的 小东西嗯我跟嫂子真的说不通了怎么办 不是你不是给我拿来了吗你 这里卖吗 这里卖吗 就干什么的话嗯 不行你这里卖今天晚上不下去就可以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叫你在这里卖 这里卖的话他就给你拿来不卖的话他就不能下去 不能他就说不拿给你 嗯小东西不想这样子啊你今天人家的钱都还没有给他是不是 对啊因为那个叔叔他是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他相信我 你今天去去收回来的多吗 今天有点多因为是就是钱是还没有给人家的吗 叔叔他是放心给我的所以就收的还是多 那直播间的家门咱们这样子好不好 把货卖了再下去 平安师父姐姐家家门你们说你们说先把货卖了再下去吗 但是我不想在这买呀我真的 我我现在真的看着他我家门我这两个都是那种 有点就酸的那种感觉我看着他我真的就是家门 是小东要不然张子吧我们就听直播间的家人家人们的吧 就是我们因为你看我陪着你没事对不对 又不会出什么事情要不然我们就在直播就在这里分享完了我们再下去吧 这不见得家门好不好那就好不好卖了再下去吧 要不然你看小东瘦了那么多对不对 然后如果说是嫂子他不拿来的话真的不拿给小东卖的话 那小东就他就要自己亏迷了 嫂子以后肯定就不会拿给他了 家人们你们说在这里卖的话你们扣个小一好不好家人们 嫂子你确定我们在这里卖的话你把我东西给我拿来是不是 是啊你确定 我看一下家家人们怎么说哈 嗯好我们还是听家人们的吧 对 家人们我们昨天晚上是把冬农产品卖完过后我们是下去了的哈 下去然后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打包发货 对家门然后你们知道的小东的话真的是每天都会跑很远的地方给我们收这农产品 所以真的你们愿意支持小东的也支持一下好不好 因为你们也知道小东确实他生活在这种家庭条件里面真的很挺不容易的 并且他现在的话只想靠自己的努力去换一个环境生活 对所以真的你们愿意支持小东的支持一下好不好家人们 那嫂子你去拿吧 你去把你东西拿来我们就在这卖了 可不可以 是不是去卖 真的呀 真的我们就在这卖了 什么叫拉钩呀你又不是小朋友 你去吧 来拉钩啊 哎呀小东你就拉吧 这不见价吗小嫂子说拉钩 那那就让小东去拉好不好 不是你你去吗我我 我我没有骗过我从我看我们这么久什么时候骗过你去吗 我们就在这里卖了 你就是骗我了 他不会骗你的你看我们俩都在 你放心我们两个不会下去的好不好 哎呀嫂子真的你就拿来吧我们在这分享 你去吧好不好我求你了 我真的我不想不想对你去发脾气有什么寿命的大哥回来再说 对什么大了你还是又来跟你说呢 没事没事那我们不说大哥了 嫂子你真的快去拿吧好不好快去拿 然后我们给这些直播间的家们分享一下他们好多人都想要小东的货呢 嗯那那是不是真的真的呀 真的呀真的你去拿来吧好不好 嗯好谢谢娘嫂子 哎真的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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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